日本人老头老太多了 还能在那小破屋里边 得儿得儿给煮点面条 拍货摊鸡蛋弄点虾仁端上去 怎么我们国家就不行了 大家好 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这一期呢 魏大哥通过做菇饼 说起了老百姓做小买卖这一话题 也是呼吁让二环路一里的老百姓 都有点事做 让他们能挣点钱 咱们继续听听魏大哥说的有没有道理 好多人呀 都说那胡饼做不成 为什么呀 他们都说现在年轻人不爱吃粗粮 这粗粮他爱吃 不是 他爱吃不爱吃 搁一边 你都是你的想象 年轻人不爱吃粗粮 你把它弄成爱吃了 你太保守了不行 你那酒蛋 鸡蛋 虾米皮 就是固有的老人承认的呼饼 对 是不是 然后你一创新呢 他说你这就不是呼饼了 基础还是韭菜 虾皮 你就把鸡蛋去到你家别的 你家多了 对 你家那个贵的 好吃的 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吃麻辣的吗 年轻人不是喜欢吃麻辣的吗 加小龙虾 对 小龙虾给它炒成麻辣的 万着呼饼上割 它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就年轻人不爱吃 你们动脑子 不是 那个卫星是那一天就上去了吗 大家就承认的了吗 没错 你那一天一天来 你把美食做好 他不吃 他吃 总有一个喜欢吃的 然后他会叫你的朋友来 说我上胃科那吃他那个去 他那真棒 他那批大月城的那个 披萨还好吃呢 而且粗粮 胃科兵 咱们试鲜的那儿 你试鲜吃不鲜 我怕他们工商的呀 管家吃饭呀 我找点 就是工商来跟你要钱 税务的跟你要钱 好 卫生的跟你要钱 管我的那几个爹 全来了 我们吃的是家业 你吃家业 我这人啊 喜欢干的光明正大事 我也名正言顺 人日本人 那老头这么拱着腰 老太 我查那辈子有吗 这儿呢 屋里边也有 日本人 老头老太都多了 还能在那小破屋里边 等等给煮两面条 拍货摊鸡蛋 弄点虾仁端上去 怎么我们国家就不行了 人家那是百年老店呢 老说那么开放开放 搞活经济 怎么一到老百姓 就这么困难 拿着工作字 我去管你的 干这活就是他们管我们的 服务我们应该啊 你应该服务于民 对啊 是不是啊 你说我这不够卫生 可以 防火不够 咱们怎么给他弄够了 没错 我说不是为了我 我要干什么 对 我是为了那北京日 二环一里的老百姓 有的老头老太太身体都很健康 没事干 他跳舞去 闹动他跳舞去 你给他一买卖 你让他卖炸酱面 让他做馅饼 谁来谁吃 现在这个互来网也好 你让他儿子 让他孙子 给他奶奶宣传宣传 对 他人家说 包几个饺子卖给别人 怎么了 他赚了钱 怎么就不行 真是 真是 你没事 就吃纳税人的钱 不为纳税人服务 一说你们就不高兴 还得他们监督我 这事儿都特别没劲 是吧 我们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 前人类专家还说呢 说什么 中国人的幸福指数 是世界第一的 96% 是吧 说他们老百姓都投票 说我们中华民族 老百姓是幸福指数最高的 哦 低的 我也没知道 我只能给 你真得无益 真得无益 我没办法说什么 怎么那么这专家那么无耻啊 你下来看看这胡同里边 老百姓都成什么样了 还幸福指数 哪儿他们找幸福指数 一说我就低能量 负能量 是那么回事 你们那睡人 你能好好用脑子想想 咱们把北京城给搞好了 对 是吧 虽然那个圈画在深圳了 啊 你们往这边画 往北京二环路一里画一圈 是吧 嗯 你让老百姓 开开心心呢 一天挣个三十五十 一百二百 有能耐的都挣 是吧 对 你最好挣过的 他们牵手门的爷们 是吧 没错 有钱 那你牵一个手去 啊 你也牵手门去 是 天没法理由 不够我着急的 别着急 搭这个天 我年轻时候不着急 啊 我走大街上随便找个地儿 瞧瞧看一看了啊 瞧瞧美国的大炸弹啊 哎呀 什么大炸弹啊 那他们就过来 一过来 哦 一看 是卖背心的 哎 这胸罩还不错 这胸罩给我 哎 大哥还有吗 哎 我钱就来了 现在咋都不行了 北京啊 不能出摊 叫首都精神文明 要城市 要到那个 跟外国其轨 干干净净 我都不知道这帮头怎么弄 除了他们嗨过老百姓 还是嗨过老百姓 呵呵 我想用我的双手挣点钱吧 咋就那么难 你说老头包一个粽子 滴了个车 滴了个车 咱们卖个粽子 爱你什么事 非得哄走 嘿 白的个精神 白的个 白的个精神 哎呦呵 还带着 带着我的亲爱的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这带着我的 这石头是我的 这石头 金麦 你怎么咱们在聊 这就是猴 这就是猴仔猴斗 看见这个吗 这不是也是您这个阿拉扇的吗 我从 这个东西 阿拉扇 向行师 他是专门搞阿拉扇的 白大哥 他专门搞阿拉扇的 我就是搞这个 哦 这是人家去那边啊 啊 这我是属猴的 哦 那人家说 当地很便宜 他有时候这个 玩的玩意儿 不说钱 但是我特别喜欢 哎 后来 而且这个猴哈 拿到手里之后 我说 怎么看 怎么越来越像猴 啊 越来越像您 不是 他越来越像 而且这个猴 你看他的形状啊 对 蹲着这 这活灵活现 对对对 啊 啊 玩石头最靠您玩着玩着 嗯 就是玩成傻子吧 这个 傻子不叫傻子 这是白傻子不叫 叫吃 吃 对 吃 因为这个 吃 玩这个呢 吃呆了 吃呆 玩这个呢 有一个 这过去说玩石头 一姓米的 嗯 米先生 嗯 他的米 嗯 嗯 啊 吃这么多的 对 他是等于是 看你一石头 哎呦 这石头 这是我的哥 是吧 嗯 他给这个石头 做一 做一啊 嗯 嗯 他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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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脑子给黄了 对 后来他这个 他跟皇上争一个石头 对 最后他这个 最后 咱们四大行出 酥黄米 拜 哦 米就是啊 哦 可不得了 哎 今天这好玩 今天 今天我这 我拍手啊 其实胡同里的百姓做点事儿 一是为了生计 再一个就是为了传承 像一些呼饼炸姜面和饺子 只有在胡同里才能吃到它真正的味道 这次京城豆腐白来到了韦阁家里 下一次呢 让白大哥给咱们展示一下厨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